大家好,我是云燕 夏天里大人孩子都非常喜欢吃冰淇淋雪糕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冰淇淋 口感一点都不比哈根达斯差 自己做的健康又卫生 看一下 想吃的就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三个蛋黄不要蛋清 加两滴白醋 60克白糖 用打蛋器将蛋黄糊打发 打三四分钟 打成这样 锅里放上90克纯牛奶 将牛奶加热到汤猫泡关火 将加热的牛奶一点一点的加入蛋黄糊里面 牛奶不要一下子加进去 温度太高的话就成蛋花汤了 蛋黄和牛奶充分的融合 再将蛋黄糊倒入小锅中 用小火慢慢加热 不停的搅动 一定要用最小火 火大了容易烫成一个鸡蛋饼 搅成这种比较粘稠的状态 关火倒出来 倒到盘中 晾凉备用 再准备一点蔓越莓干 减碎一点 同地方400克冷藏一叶的淡奶油 淡奶油先用低速打一分钟 再用高速 打成这种固体状 将凉透的蛋糊倒入淡奶油中 加入蔓越莓干 翻拌均匀 拌匀以后 装入冰淇淋盒 这冰淇淋装好以后 震一下 把里面的空气震出来 盖上盖子 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 冻4个小时以上 4个小时以后 这冰淇淋已经冻硬了 用勺子刮着吃 中间有一点软 还可以冻2个小时 这边上已经全部冻好了 一点冰渣都没有 吃起来 奶香浓郁 口感非常好 夏天你孩子 想吃冰淇淋的 就按这种方法做 味道一点都不比 哈根达斯差 喜欢我的视频 就点个关注吧 我是云燕 下次见